原源不绝地有用词、内容都是有很好的表现 没错,好,第30季,第2集,第2集 刚才我们买了一些很便宜的,今次就贵了一点 都不贵的,都不算很贵 那就是V-Sero最新出品,MD-LX系列 就是这个星星叫,都是它 因为V-Sero还有一个D-LX 那个可以叫做贵一点,那个1000元 MD-LX就比较便宜一点 暂时多数都是1000元以下 而且它的风格都是令到它将原先的机械人 有很多线条 我觉得它优化了很多 多了很多细节,多了很多复杂感 早前好像出了一只麦加登 是 是 是 上次我介绍过,我们加登 出了几只的 是 今次这一只呢 好了 我觉得真的很漂亮 看看box art box art也很漂亮,后面的动作 是,box art也很漂亮 它是电脑图来的吗 真的不知道,看不出 照片再加工 是吗 这些帖子这么漂亮,是谁放的呢 很有型 这个肯定是真实物 这个肯定是真实物 这个 封面是画 它封面是有些似的 是什么来的 请问 封面是画的 是否改 上来的 厉害 厉害 fertig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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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介紹你玩的,這隻是沒有包的 大家不要以為,為何沒有文哥的頭 這個是要買文哥才會有的 好了,再看一隻東西了 我靜靜地欣賞 因為一看第一個感覺 當我收到有人放了這麼漂亮的帽子 我就留意到原來那個質感很強 為什麼這麼強呢 我覺得它是不是因為這隻色燒光和那些線 它滲了線 差不多全部有做 差不多全滲線 它不是全部,但是很大部分 它有些很深的坑就沒有滲 反而已經有光暗位 但有些淺位就加了這些滲線 它有一種像燒光的漆面 再加上這些滲線 我覺得很有模型成品 那些很高級的模型成品 如果你玩軍事模型就知道 因為這是噴射機 噴射機全部是啞色 因為長期很多風沙塵埃 你會發現是很骯髒的 它做到這個戰鬥機的顏色的感覺 我覺得 因為他們本身這個系列 他們其實全部Visio 除了電影部分之外 它全部都是有自己製造過 這隻就肯定 因為加了很多細節 加了很多情報 活化了很多 你會覺得玩這隻好像很多細節 好有細節 比一些不熟粉絲會喜歡 我是不熟粉絲 我覺得會接受到 起碼會覺得好像很多東西要玩 對 剛才G1那些 老實說不要哪個牌子出 我都是覺得 對不起 我接受不了 這些就是我們不熟都能玩 對 我們不如試試動它 好 因為這隻 先說明了 MDLX和Visio出的變形金光 是不會變形的 是因為沒有辦法的 只有一間廠獨佔的變形金光 所以Visio就在其他的地方 例如可動、相識、細節、造型等 就給你其他東西 首先這個頭 可以握到很高 然後可以升到很低 左轉右轉是沒有問題 還有它可以換面的 這個是一個正常面 其實還有一個姦笑面 不好意思 慢慢 請一請那個麥克風 可以嗎 這個還有一個姦笑面 待會我試試換 其實也很容易 你手自遮住了 可以嗎 我這樣 不好意思 乘機 看到嗎 乘機 看到了 撩在左邊嘴角 是 這樣可以看到座位有分別 這樣一個是姦笑 我手掌 我手掌 這個是姦笑 這個是正常 那我不如拿去換一換它 好嗎 好 很簡單的就是把頭 大家不用怕的 就是這樣向上暴力 然後一踢 就彈起了 然後把這個插進去 它也是這樣調整的 我也怕先頭 就是這樣 換了 看到嗎 是 這個比較有型 對 始終聲聲叫也是陰陰濕濕 癢癢攪攪攪的感覺 還有這兩個都先塞進去 這兩個是它的招牌 我一直在看 因為經常看背部 我覺得背部很漂亮 對 整個東西的造型 對 對 而且它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我也想問一下 G1粉絲 其實它有幾大改動 對這隻 這隻很大 改動 改動很重要 然後剛才說完頭 這裏 胸這裏 亦都可以有一級 因為這裏很有型 是可以收在機倉這個頭 這個位置 可以摺上少少條腰 看到嗎 現在這樣 接著 接著 很有趣 切角位 對 在這個駕駛倉的中間 令你沒有那麼突压 可以這樣 可以盡力 不要太過向下 因為會撞花 然後腰就這樣左右轉 左右轉 然後這個 這些裙板 對 裙板 就是可以這樣彈起 四塊都可以 令到你可以活動到腳 好像德哥 平常常常常擅放的 那些 一的 朝天腳 也沒有什麼難度 即是衝力射球 但我不會在桌面上 好像德哥 做一個平衡 來享受 接著 腳這個 腳這個 這裏 腳指這個位置可以有上下 然後 亦都有左右貼地 這個引擎可以扭得很厲害 對 左右貼地 這裏 旁邊這裏還有兩塊板 可以打開 令到如果你擺一些 即是那些 嘩 那些大姿勢 屈了腳 那些 都沒有問題 OK 接著這個 膝蓋也是 雖然好像這麼多東西 一摺 再摺 再摺 是摺勢的 完全屈了 做膝座 我先拿開手 我看到 是 可以整隻腳是摺的 因為它後面這裏 這裏 這裏 看到嗎 這裏 有個好像彈弓那樣的物體 是 令到你摺的時候 可以收起來 嘩 所以就不會撐住了 所以 腳玩了 手這些就一定是 沒有問題的 前前後後 摺 然後摺 摺完就可以了 前前摺 真的摺 摺完 對摺 全對摺 全對摺 看到嗎 可能把槍遮住了 全對摺 對 接著 又有個水平轉 有個水平轉 槍就不能動 就是這樣 手這裡 波珠就比較淺 會容易掉 但不是壞事 後面這裏 背包 是可以拆出來的 是 但有沒有甚麼可動 可以當飛機環 我覺得背包 是 是 你當是一個 是 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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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拆了背部 又可以影響人的背部 脊骨 又是 很細緻 不知是否 覺得很成功 這個設計 他自己都加了這個設定 在裏面 對 我想招衣沒那麼複雜 對 只會旁邊這些 死氣喉這些 油管也是另外加的 這個 坦白說 我真的第一次開箱 我有開箱 還有看過 認真看過 我覺得這隻 升級了 我不知為何 顏色和那些 滲線 質感好像漂亮 我覺得 其他品牌都一起參與這個遊戲 其實是玩家之福 即是擊殺了它的潛質 因為價錢不同 我沒有理由和人差不多 我已經給了我的獨特殊地方 其他地方就是我收這樣的錢 我有這樣的細節給你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如果加在這裏 他也會經常說 這些位置真是神經病 就是這個 剛才那隻飛機 如果你插進去背部 你看看它 雖然背部這裏 所有東西都會給你 即是沒有偷雞 所有的細節 所有的顏色都會給你 滲線給你 有時候會變成正義高達 不過這個東西 你不要要 就這樣看它 你覺得它好像有一點可動都沒有 你不要想著翅膀可以摺 你不要摺 不要向上向下 不要左右 是完全不能動的 你一摺 你便會GG 你就要打去VSERO的客服 總之記住 這個東西是裝飾用途 是 完全沒有可動 是的 為了一點點提分 大家玩的時候 放動作 裙甲就先調撥 放到彎位 再放動作 撐開位 因為它的波隙是比較淺 因為太大不靚 所以 如果不然你強行屈它 可能隔離會飛出來 也不頂 但應該是小問題 但我看回它的上色 我覺得真的升級 我完全覺得 咦 是MDLX 這個 它是尺寸的 它是尺寸的 是 是不是幾百元 之前那些有五百元 五百多到七百多 知道嗎 即是多少錢 七百多 但價錢是貴過第一二隻 是的 因為我記得最早是五百多元 因為我自己獨立做過一次開箱 因為它比較 其實VSERO這個系列是打日本的產品 你拿著五百多元的價錢 但我給的東西不是五百多元 你想想 山口式那些 膠星星都四五百元 現在 五六七百元就有這些 加上一些市場上的競爭 我覺得現在再提升了 是好事 最後 講講配件 剛才有個面可以換 接著手型 有多三對 整體是有八個手型 為什麼這裡看起來 只剩下兩隻 因為有兩個在我手上 它拿著兩個 我想這兩個是原創武器 我猜 我好像不覺得 平時星星叫做 會拿一些小刀 匕首 今次 小弟不敢說 我也不敢說 我猜 我覺得它有這兩把 好像有兩把小刀 手刀 可以拿上手 你看 再換下去 令到它 近年的Transformer電影 都有很多人 好像打武功夫 那些中式的武器不能夠少 是 埋身搏擊 就是這樣 加上兩把小刀 打軟又可以 打近又可以 打軟又可以 打硬又可以 這把槍也是 大家不要硬押 記住 如果你想向前 就要整個肩膀堆起 因為這些東西 不能退左退右 就是這樣 真的有一點驚喜 如果你買開之前 那幾隻 你感受到 對 你便會知道 升了 不同 如果你是 聲聲叫的粉絲 這支也很值得入手 因為都幾不同 其實好 因為市場上 都是一味阿柏文 阿柏文賣多些 這個可以吸引到 一些粉絲 或者玩家 因為技術 產品質量 他可以有興趣去賣 就是這樣 是不是太多貨了 應該是 因為這次版本 上星期已經來 如果有興趣的 老友記 又可以去順和 7字那間 不是順和 現時點 現時點 說錯了 記得是以前 以前 現在就是現時點 二樓那裡 那間店 應該有版體 有貨 還有很多厲害的東西 對呀 今天我們慢慢上 走